高雄電影節在今天登場 市長韓國瑜也親自到場致詞 但是講到一半竟然被民眾怒嗆 韓國瑜頓時愣住 場面變得有些尷尬 出席高雄電影節開幕式 市長韓國瑜首先上台致詞 但話講到一半卻出現小插曲 觀眾席突然冒出一句 為什麼不能在中國播 韓國瑜頓時愣住 不知如何回應 遭到觀眾嗆聲 場面頓時有點尷尬 但隨後 坐在後方的民眾怒喊被機器擋住 看不到前方 致詞急二連三被打斷 也讓電影開幕式顯些失焦 這回參與的來賓可是有亮點 身穿合身西裝輸著由頭 方浪兄弟成員Akira也現身會場 這也是她和林志玲賞婚後首度在台灣公開亮相 多了台灣女婿的身份更是美光燈焦點 見高雄做不了